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 然后我刚才在做的那个是我们的Souffé 可是非常个失败 所以我就不怕给你们看啦 它就变成扁扁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是要用小个一点的那个Frying Pan 我现在要整理一下我的房间 因为前几天是非常dramatical的事情 所以我的房间现在是一团乱 然后就是我朋友的朋友 他去test那个Covid 然后因为result还没有出嘛 然后我们全部都是closed contact 所以我们要自我隔离 直到他的那个result出来这样子 然后他result出来了是negative 幸好 然后我现在就不用隔离了啦 就可以出去这样子 可是还是尽量是待在家里啦 呃... 只是可以去买菜啊那些 然后我可以踏出我的房间这样子 所以我现在我的房间是一团乱的 之前我们隔离的时候 我的宿舍就送食物给我们这样子 就送食物给那些在隔离的人这样子 然后现在我要整理一下 其实我原本是没有打算要vlog了啦今天 然后想一下我就来vlog一个 啊... quarantine edition的vlog吧 虽然我应该不会做什么事情 大家一起看下去吧 我也不知道今天会做什么 现在我要来做功课 现在全部课都换成online了 然后... 嗯... 我还有几个lecture recording还没有听 所以我现在要听lecture recording 然后做一些assignment的功课 等下11点我有一个group meeting 然后也是要准备 现在我要喝我的assignment groupmate group call 吃午餐 煮好了 刚才我原本要煮而是煎饼了 可是发现我的饱菜全部坏掉了 所以... 零食改变计划 成煮这个 我给了了pasta 哎哟 哎哟 刚吃饱了 现在要来吃一吃甜品 这是在Asian Market买的 然后买给我的 买给我的 买就来吃吧 现在这种 哎呀吃的东西真的是 可以让人好高兴哦 这样不能出去 我有点娱乐就是吃东西 这个我之前有吃过一个是 呃... 抹茶口味的 也是不错 现在这个是 是芋头口味的 哇还有个 很重的 芋头味 肥的感觉哦 一吃饱饭就吃这些 嗯... 还不错可是我觉得有点小甜 然后它的馅料有点不够多 我想像中这种一咬都包酱的那种 OK大家现在是下午两点了 然后我打算来做一个brownie 我想吃horn jar 然后我想要做这个brownie 已经horn jar 只是之前一直都没有时间 然后既然现在 我没有什么事情要做 我等一下晚上要做一下assignment 可是我现在没有什么心情 想要做assignment 所以我就打算来做这个brownie 我之前已经买了那些材料 可是我不确定我的面粉够不够 因为现在在这边很难买到面粉 所以会用我之前的面粉 我们现在就去看 我 看我找不找到面粉吧 我想像那个秤中亮的 我现在找一下我的厨房 都没有 oh no没有 ok我找不到那个秤中亮的那个scale 所以我现在打算直接拿那个面粉 然后大概看一下 大概看一下它的整个整体的重量是多少 然后我来看一下够不够 我突然发现那个recipe上面有写 大概要多少cut的那个面粉 所以我就会照着那个做 这也是soshi材料 现在要来chop这个chocolat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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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hours later 我觉得我还是直接熬睡它好 放入冰箱 sometimes I'll run to the only thing that's 各位 那个recipe上面讲要放 one cup and a half sugar 有点难以置信 超多耶 这样可以相信吗 要被舔死 oh my god 超多 ok 我就放一杯就好了 因为真的太甜了 现在要揉这个 要放上去 准备好的蛋糖 然后 这个是面粉和coco powder banilla extract 哇 揉这个东西让我想到 以前我在cafe做工的时候 我也是帮忙揉那个coco醬的 今天揉好了 现在要把其他的材料加进去 这是我第一次做brownie 其实也算是我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做蛋糕 以前有看过马尼他们做OPS 没有真正的自己做过 很粘粗哦 很粘粗哦 那就等那个ronies好吧 好粘粗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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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们说超好吃的 现在要想晚上要做什么 我决定来煮那个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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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 食材 再煮个饭 这个是成品 蛋 然后这个是猪肉片 和安年 超香的 我现在就要读书 然后今天的vlog就到这里了 不早 可能你们会觉得有点小无聊 可是对 这就是我的quarantine life 希望大家好好的照顾自己 然后待在家里不要出门 减少聚会 大家一起度过这个疫情 ok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谢谢观看 下次见拜拜